12月份是冰分耶旦节 综合自强国中将这个月份定为感恩月 不仅设计一连串活动 包括食物银行募资 感恩小卡撰写 社区服务等 让学生在校园里 就能感受佳节的愉快气氛 也更懂得感恩惜福 国中因为只有短短的三年 那三年的时间 那时间是非常简短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教育的接力棒 一棒接一棒 让孩子在这三年的成长里面 每一年都可以让孩子 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们在行事例 每一年在定这个行事例的时候 我们特别在12月定感恩月 一进川堂就可以看到 可爱的摇摆圣诞老人 一整排亮丽的小天灯与小雪人 充满温馨的过节气氛 配合感恩月活动 学校每个学生都写出一个2017年的代表字 再用回收的废光碟将代表字写在上面 挂在川堂与校长室前 展示学生作品 也让学生能互相勉励 即将面临升学压力的九年级学生 则是将自己的心愿 想说的话变成一盏盏小天灯 高挂在川堂前 麦片即时包面条这些可以长期储存的食品 都是可以用来帮助弱势家庭孩童温饱的食物 为了让学生感受付出的美好 资产国中也与安德烈食物银行合作 请指导员来学校说明食物银行的目的 让学生借着机会 可以学会帮助他人懂得感恩 实际的把自己 可以多余的这样一份食物 能够奉献出来 我们也是让孩子做一个 陪得这样的一个工作 很多人在浪费食物的同时 其实是有很多人 他不知道他下一餐在哪里 他常常没有 像我们大部分的人有很多的选择 想要吃什么就可以吃得到 所以我们带出这样子 感恩习食的分享 邀请同学们 你们不要浪费食物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要有感恩的心 感恩我们的爸爸妈妈 用心的照料我们 也感恩我们老师 可以用心的教导我们 听了辅导员的介绍 学生也了解到台湾地区 也有许多无法三餐温饱的孩童 让学生更懂得要知足感恩 也有学生在去年就参加过捐赠活动 能感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棒 可以藉由这个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 然后把爱传递给他们 不是那么常吃罐头 也不是那么常吃面 大部分都是去外面吃的 所以既然可能吃不完东西 那就是要拿去捐给那个 如果是家庭帮助他们 12月份学校定为感恩月 学习付出感谢他人的帮助 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 学生在这个阶段 用心体会感受社会的种种美好 中家新闻 吴沛山综合报导